今天是第16天的早上了 也就是第3週 看一下當時的情況吧 第3週的7日獎勵 跟第2週的差別 基本上是不大的 目前推完23張就沒推了 今天會打24張 上一次影片有看到 當週的限時衝刺 那在新的一週 新的一輪的活動 就是寶箱的衝刺 我玩的是國際服 如果你發現台服推出限時衝刺的順序 是跟國際服的一樣 那其實你在進行第二輪的限時衝刺的時候 寶箱就可以留存下來 那這次開寶箱能獲取到的7分獎勵 目前我是119分 每一個寶箱的分數應該是不一樣的 我們看金龍寶箱的好了 打開7個 這邊也是累積7分 累積的分數似乎和上方這個積分值是一樣的 那我開白銀寶箱 白銀寶箱是10分 黃金寶箱呢 是20分 寶物寶箱呢 是50分 這樣子看起來啊 第一階跟第二階 累積的分數 它其實是不明顯的 後面的寶箱 你把它保留起來就行了 你從這邊就能看得到 每檔獎勵都是要1000分 那這個活動是持續一週的時間 可以自己衡量看看 要不要累積寶箱吧 神威水的部分 就是強化神器用的 而在體力的消耗部分 因為我有刻月卡 所以又多了50體 而巨龍副本這裡啊 也是可以固定取得體力的 目前是推到 難度27 少當一次 可以多23體 而每日體力購買部分 上限都可以固定買60體 我一定會購買的 畢竟這樣才能加快進度 接著 我會繼續進行遊歷 最高檔 乘以50倍的 因為我有刻月卡 所以遊歷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就這樣結束了 至於傳說寶箱要不要開呢 我覺得等到你的寶體次數快到了 你再花寶石開吧 一般的情況下 寶石盡可能不要拿去開裝備 因為在挑戰之塔這裡啊 你每通關10成 你就固定可以拉得到5抽了嘛 所以在裝備取得的部分啊 也蠻穩定的 我記得國際服務第一輪的活動是寵物蛋嘛 目前我的寵物蛋累積了2000多個了 因為當時寵物蛋活動 我累積的不夠多 所以我這些寵物蛋啊 等到下一波 充斥活動才會全部用掉 現在目前的情況下 我只是點廣告的寵物蛋而已啊 公務會商店部分 我會打算優先累積到12800 然後去換這個傳說鑰匙 黑市這裡啊 我會買的就是晶體鐵 寵物糧的部分 我偶爾也是會買的 並非是有折購我才買啊 如果我寶石剩太多 我就會買寵物糧去做消耗 裝備部分分享給各位看一下吧 目前我用的是S級的武器 主要就是護盾 我還有一把S級的 它是上毒 章節光卡從21章開始啊 撐坦撐血量 把敵人魔死勝率是更高的 而且從21章開始是非常明顯的 這個是我打22章BOSS的片段 它的血量高達83M 用坦克流會比較安全一點 而且它根本打不死你 最主要的就是回血 還有撐血量 再來就是減傷 可以的話就是把燃燒啊 把中毒全部掛上去 核心部分就是連擊 還有反擊 因為都是打補弓嘛 最主要就是掛異常狀態 因為現在小飛向的回血已經不太夠了 所以到最後 你自己還是要多多少少去回點血才行 冰刺的核心技能就是降攻 還有一個就是冰凍 至於閃電的話 它有一個技能就是連段閃電降入的 目前啊 你如果是走回血坦克這種模式啊 打關卡真的會比較容易 畢竟以往的閃電流那種模式 基本上已經不太好使了 衣服部分 就是七日江連華的S級裝備 戒指部分帶閃電 並獲得10%的技能暴擊 兩個戒指都是一模一樣的 視頻部分啊 就是觸發冰刺 還有進行補弓 有機率回復10% 已損失的生命值 影片最後 就放上三一檔活動的限時充斥備份嘛 那麼本次影片就到這裡囉 大家掰 下期就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